第157集 四年 人须 公元前119年 冬季 主管官员奏称 国家的经费非常困难 而富豪的大商人通过冶炼金属和主制食盐等 家财有着积蓄到黄金万金 却不肯用来资助国家积蓄 请陛下重新制造钱币使用 以打击那些浮华奸邪 吞并别人财物之徒 当时 御苑中有一种白鹿 少福有很多银锡 于是 汉武帝命人用一尺剑方的白鹿皮 四边绣上五彩花纹 称为皮币 值四十万钱 同时下令 凡王侯皇族进京朝进或相互聘问 以及参加祭祀大典时 都必须将呈现的玉币放在皮币之上 然后才能放心 又用银锡制造出三种白金币 大币为原型 以龙为图值三百钱 又命令地方政府销毁半两钱 改筑三珠钱 反私自铸造各种钱币的人一律处死 但官吁和民间私自铸造白金币的人仍然不可胜数 因此 汉武帝任命东郭赶阳 孔锦二人为大农城 负责盐铁事务 桑红阳也以擅长计算而受到重用 东郭赶阳呢 本就是齐帝的大主盐商 孔锦呢 则是南洋的大冶链商 二人都扩大产业而积聚千金 桑红阳为洛阳商人子弟 惊于心算 十三岁就做了事中 他们三人商讨牟利的事 连细微末节都能分析到 汉武帝颁布诏书 禁止民间私柱铁器和主研 犯禁者受左脚穿铁鞋之行 工具和产品没收 工卿大臣们又奏请汉武帝 命令从事各种工商末业的人 各自申报自己的财产 以一千钱为一民 每两千民纳税一百二十钱 作为一算 另外 凡百姓家有小型车马或者武帐以上传之的都要正算 凡隐匿财产不报或申报不实的束手边塞一年 钱财没收 告发别人隐匿财产的人赏给被告发者财产的一半 这些法令大部分出自张汤 张汤每次朝会 奏报国家财用情况都到很晚 汉武帝因此忘记了吃饭 丞相李菜坐在位子上称术 天下大事都有张汤决策 百姓骚动 无法安心生活 都怨恨张汤 当初河南人补士 屡次请求捐赠家产给朝廷 援助边塞 汉武帝派使者问补士 你想当官吗 补士回答说 我从小种田牧羊 不懂做官的规矩 不愿意当官 使臣又问他 难道你家有冤情 想要申诉吗 补士说 我平生与人没有纠纷 对同乡中贫穷的人 就借给他钱 对为非作歹的人呢 则教导他 所以周围的邻居都跟从我 我怎么会被人冤枉呢 没什么想申诉的 使者说 若是如此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补士说 天子征讨匈奴 我认为有才能的人 应战死边塞 以权臣结 有才的人 应拿钱财支援国家 这样 才能将匈奴消灭 汉武帝因此认为 补士贤能 打算尊崇 并宣扬他的行动 以劝勉百姓 便将补士赵道经师 任命为中郎 赐左庶长爵位 赏给实情土地 并宣告天下 使人人知晓 不久又提升补士为 齐国太傅 春季 在东北天空出现异星 夏季 在西北天空出现彗星 汉武帝 与各位军事将领商议说 和侯照信给匈奴 缠鱼出谋划策 常常认为我国军队 不能够轻装穿过大沙漠 即使到了那里 也不能久留 此次我们出动大军 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 于是 争选了 用宿米饲养的战马 十万匹 命大将军魏清 票骑将军获去病 率骑兵五万 跟随官兵私人 驼运行装的马匹 也有四万匹 步兵和运送 资重的人 跟在大军之后 有数十万人 其中 敢于深入作战的 都隶属于 票骑将军获去病 票骑将军获去病 才准备出赛 正面攻击匈奴蝉鱼 后从俘虏口中得知 蝉鱼在东边 于是改命获去病 自戴军出赛 魏清自定乡出赛 郎中令李广 屡次主动请求出征 汉武帝认为他年事已高 不准所请 过了很长时间才答应他 任命为前将军 太普公孙赫被任命为左将军 主角都尉赵一基为右将军 平阳侯曹香为后将军 都隶属于大将军为清 赵信为谗于谋话说 汉国横穿大沙漠后 人马必然疲惫 我军可以坐等 勤获敌军 于是将己方的资重 运到北方很远的地方 命精锐部队 在沙漠以北等候汉军 神国荣 人马 人马 神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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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国荣